國慶晚會記者劉婷婷 仍在現場 那麼今年最重要的其中一個環節 就是二姐江會的付出表演 要跟婷婷請教現場的觀眾 反應是如何呢 好的 所有觀眾 我們可以看到 在台北大劇案登場的國慶晚會 就在剛剛一分鐘前 已經原版的結束了 可以看到今天 有兩萬人齊聚台北大劇 但主要除了看國慶晚會 當然最重要的重頭戲 就是要來看二姐江會的演唱 可以看到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現場的觀眾朋友 都是聽得如詩如醉 那來看到江會 也特別帶來了 他自己的兩首經典的歌曲 包括了咖哩蘭丟丟 還有雞丟 那外他也是在多加碼 唱了一首 也就是鄧麗君的甜蜜蜜 那來看到 其實二姐江會 自過去豐邁之後 至今其實已經很多年 並沒有出現在觀眾朋友的眼前了 所以很多人其實都是 唱著江會的歌 還有他這次會登上 國慶晚會的舞台 特別要來搶 來看國慶晚會的這次的演出 那我們可以看到 江會今天的表演 當然也是有他過去的水準 也是非常高水準的 另外可以看到因為在現場 其實今天是台北大區段的壓力測試 那當然在壓力測試的部分 當然因為過去其實都是舉辦這個運動賽事 那今天是第一次舉辦非運動賽事 當然也是也被視為要為年末的演唱會做這個壓力測試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還有這個江會 因為當然現場很多的觀眾朋友都是非常的開心 而且他們對於江會在東中 就是他先唱了前面的兩首紀的紀念歌曲 剛剛提到包括 還有Gay Out之後 開始跟觀眾朋友做一些互動 所以包括說 虧自己說其實登胎的時候 還是覺得滿緊張的 然後現場也覺得江會真的非常的平易近人 那現場他的歌迷也是不斷的鼓掌不斷的拍手 甚至喊出江會我愛你 而江會他有特別提到 他在這個原本是只能唱他自己兩首歌的 但是他有特別跟主管單位來提到說 可不可以再加滿一首歌 那最後他就唱了動力群的甜蜜蜜 那唱到甜蜜蜜的期間 他有特別cue了台北市長蔣冠安 那因為蔣冠安其實他過去也非常公開的說 他就是江會的粉絲 所以那個江會也特別說 蔣市長你的歌聲真的很好 那當然也是跟台下有著很互動 他當然也是帶來了自己的樂隊 那當中有包括大琴 小琴琴 還有這個經典的這些樂團 所以當中這個現場的這個氛圍 真的是相當的好 那當然大家也是對於江會 能夠榮登國慶晚會 同時也來幫中華民國的國慶日 一起來同慶 大家都是感到非常開心的主播 好 剛剛婷婷提到 這算是大巨蛋壓力測試 是第一次舉辦飛球類的活動大型演出 那我們也知道 其實之後還有好幾場的演唱會 要陸續舉辦了 聽聽聽的觀察 現場的效果是如何呢 我們可以看到確實就是剛剛第一題所提到的 就是台北大巨蛋今天對於不管是台北市政府 又或者是台北大巨蛋的主單位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壓力測試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都是舉辦了棒球類的這些賽事 但是要能不能在年末包括天王周杰倫以及天后張惠媚的演唱會 這個部分呢 能不能能夠把大巨蛋同樣也是舉辦像是演唱會 或是非球類賽事的這個場館呢 當然今天是一個很大的考驗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現場 當然他們是把我們現在所在的那裡的位置 是作為主要的這個觀眾席 那另外在前面球場的位置 就過去的人工草皮的部分 他們是特別鋪上這個灰白色的這個帆布 然後同樣也是把這個空台 還有這些座位所謂的搖滾區 也就是放在這個位子當中 而在過去的外野這個位置 則是搭起了演唱會的舞台 那當然今天要來測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現場的音效到底如何 那可以看到其實在全場下來 幾乎都沒有聽到任何的這個音響 有出現碰音或是刺耳的聲音 所以堪稱這個音響效果還不錯 那我們坐在這個二樓這個位置 也沒有聽到這個歌聲 或者是主持人的麥克風 有所謂delay的問題 就可能會差個一兩秒 這邊都是沒有聽到 所以堪稱其實今天的主辦單位 在這個音響音效的部分 都是蠻好的 那另外還要包括在燈光 還有像是現場 例如說他們的一些 這個舞台上面的效果 他們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那其實因為其實現場 今天他們所提供的小物 並沒有螢光棒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反倒是提供了國旗 另外還有這個應援的小扇子 那其實大家都是蠻揮舞的國旗的 所以其實現場的 大家也會拿出自己的手機 來使用這個手電筒 來做這個應援的這個活動 那其實在今天的音響 音響效果部分 就剛剛提到 其實還是蠻好的 所以大概來說 在台北大區 在今天的體驗 還是蠻好的 那當然過去大家會關心 有沒有落水的問題 由於今天台北市到了晚間 其實今天是沒有下雨的 所以這個所謂的 之前大家擔心的障礙 今天有沒有碰到了 主播 好 我們從搜索的畫面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現場的人潮 真的是非常的多 聽說有超過2萬人到場 不過晚會結束之後 這超過2萬的人潮 疏散的情況是如何呢 要繼續交給婷婷 確實我們可以看到 當然2萬人進場 今天的提前的安檢 維安工作 也是從上午4點就已經展開 已經來開啟 然後讓民眾可以來入場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狀況 就是在江蕙演唱完之後 其實非常多的觀眾朋友 都提前離席了 所以原本看 尤其在面野二樓 或者是還有底下這個位子 就是有原本球場 自己的這個位子 其實都是作物虛席的狀況之下 可是可以看到 在大概晚間8點到8點半之間 就有非常多的民眾 就已經自己就離開了 那我們稍稍有進行訪婚 大部分就說 因為其實精彩的節目 他們都已經看了 因為包括像是歌手相會 王菲都唱了 他們都覺得 此生都覺得心滿意足 但是一方面也是非常擔心 擅長的交通 所以也就提前離場了 另外我們剛剛也有訪問 到了藝人周遊 那他是表示說 其實他的位子距離這個舞台 還是有點遠 雖然今天演唱會 這個國慶晚會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但是這個距離太遠 感覺舞台上看不清楚 但是他也是特別提到 他覺得國慶晚會 真的非常的棒 那可以看到剛剛提到 非常多人已經離場 當然也就讓這整個晚會 也是滿圓滿的結束了 但是在台北一大巨蛋 今天卻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網路的部分 非常的不穩定 那由於兩萬人同事 就算有多加 相關的一些激勵台 還有包括行動的激勵台 可是在現場的很多的 觀眾朋友在媒體這邊 也是反映 包括自己的4G的手機訊號 就算是5G也是相當的弱 這部分可能在未來 也要進行同盤檢討了 以上是在現場 為你掌握最新的資訊 走路